我是主持人燕子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魏大哥呀 68岁 在一期退休之后呢 一直在大连养海参 魏大哥是一米八级的大高个 标板留职的 身体素质也贼好 一口气连坐40个俯卧生 大气都不喘 人家都说他呀 一点都不像68岁的人 魏大哥说了 要按相亲条件来讲呢 自己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在长春 没有个房 魏大哥真是给红娘整一愣啊 今天不是给魏大哥来相亲的吗 咋还领着红娘上战友家来的呢 准备多年了 十多年了呗 我还没住家里 家里女儿在那 她妈在那儿拉的 不是说童年时候回来 回来以后呢 今天这个情况会变你 我妹妹拉的一个屋子小 因为我妹夫啥 就是能变你 那儿的一个儿 选择战友家 是选择一个 你比较放心 有安全感的地方是吧 对啊 魏大哥说 她在长春没有房子 这次回来过年 本来是住在女儿家的 现在前妻回来了 她也就不方便在那住了 所以才来到了战友的家里 你在长春这个房子的时候 长春现在就是我姑娘这儿 也是我房子 但我那个房子呢 是在旅顺 旅顺 就是我们的那个当兵那个地方 靠着海边那个 那还比较好 当然元席我也考虑过 就是准备将来给长春 那么 是房子 然后回来啥也方便 是啊 咱们能直接就是负担的企业 全款买个房子 全款买房子 多少万 百八十万 百八十万 十万 十万 我说七十万 不许 买多大瓶子啊 八十瓶就行呗 不用太大 像我家的房子那么大 那四十万 一平凡米 熟悉也挨累 再用不着 空 一直生活在长春的魏大哥 为啥会跑去大连呢 要说起这个缘由啊 还得从他离婚这件事 讲起 啥要离的婚啊 这 18年的一月份 他人 从亲眼来说吧 他不坏 这种人 但是有时候说 干啥把强食把军 对人受不了 有时候我就说的 我说你这是 是成职业病了 耐不住性子 特别急 性格 魏大哥离婚到现在 有两年了 再次回忆起这个事啊 魏大哥很明确的 说出了两人离婚的原因 我俩姨是我们一个 医院一个单位的那个同志 他妹妹给大家过的 通通的哥哥 我们这么可能认识的 那是我老张爷那时候 是材料去研究所所长 我一看家庭条件就很好 但是家庭条件越好的 就都用一个 从小就下生光眼的嘛 那时候还可以 那在啥时候 还怎么变得这么强势的呢 都关了企业以后 开了工厂以后 开了工厂以后 开那个厂就在委员工厂里了 就和你刚刚做了啥 有钱了 是不是啊 在经济基础上人就是这样 虽涨穿高嘛 生光发脾气 长脾气了 一开始两个人的婚姻中 还没有这么大的矛盾 一切都是从妻子 开了锻造厂以后 开始改变的 魏大哥不满意妻子 把在工作上的态度 带回到家 强势的性格 使他有了想要逃离 这种生活的想法 于是经过朋友的介绍 魏大哥退休之后 就去了大连 自己在那边做了个小买卖 我俩分居就是将近十年 我在营口那搞了养殖 搞了八年 你上哪儿养啥呀 要海参嘛 就是在那个营口 该州营口那儿 哎呀妈 相当苦了 我去了吧 有半年没有电 没有灯 靠海边 在那个下点蚊子 这苍蝇啊 完了冬天呢 就是风 成天刮风 海边那气候不知道吗 当时我那房子 那个盖定的油烟纸都刮下来 整边的钻头子 能冲着 能跟那个刮着五六米远去 那风行吧 完了还没有电 一天就啥也看不着 就好像雨时隔绝了 在那个那地方待着的时候 为啥淹没出洞呢 在那地方特别憋气 就是洋海参的地方 就一个人晚上去黑 那就是没事了 拿骨头烟啥的 那我怎么 那时候我这个妈 我是逆经啊 孙经啊 我都能带 但是这次他叫我相互 我还相不了 我这么就这么个人 魏大哥去大林那边养殖海参 妻子在长寿人管理着自己的工厂 两人就是各做各的生意 各过各的生活 这样的分居生活长达十年 其实这才是导致两个人离婚的主要原因 现如今两个人已经离婚了 魏大哥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那现在他每天都做些啥事呢 你人家待夜来闲夜来吧 也不好 是是 总得有点事干 所以我就有时候 你活动活动啊 锻炼锻炼呢 走一走啥的 就这样 咱现在身体状况特别的体健康 哎呀你问咱 你计算就知道 真的啊 你在这 在这 就你 我不是说 我不是 做做服务场啊 啊 做服务场 对啊 做服务场 说你看 你看我就 你就瞅瞅 你能做多少个呀 现在换过多少件 是不再做 现在做30个没问题 三四十个吧 一般最多的时候 做60这样 这辣小伙子都不做不过我 你就看我这体质就知道 你给我做的那个 做那个那个哪个家长的 是不错的 有一 做点这个 我到这儿不做了 你看都跟你二个都做50多 现场一口气做了整整40个俯卧撑 起来之后还脸不红气不喘的 我说威大哥 有些年轻小伙子都比不过你 你看我这个身材 咱平常是不是健身呢 健身吧 也不算这么太迟 我在家就是玩玩哑铃 有时候那个跑步机什么 动不动啥 愿意我家住那个 守南湖的今吗 早上上南湖里边 哎呀 我这家越唱歌了 跳舞了 都行 就是跳的 跳的什么呢 都行 这广场舞什么之类的 还跟人跳广场舞啊 我原来学过拉丁人学了一个乐 那个可能 这是走胯是什么 但是他那个 你看我那个身材 个儿大概就都可以 威大哥说了 有一副健康的身体 比啥都强 况且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了 再加上之前名存实亡的 十年婚姻生活 威大哥现在的想法啊 就是想找个老伴 好好的陪伴自己 年龄也比年大了 所以这东西不像那个酒 越放时间越长 人这东西接了 这可该 说实话能提前一步 因为严肯是把你 这是 现实 他们说你要是找个对象的话 你这个有条件了 有要求了 这个条件 那个条件 他不能 他受勇促不过 这是有那相当合适的 说话比较容易合的 也可以 对 这都是活的 对方这个情绪方面 你不太 他只要是没有 不是什么实业没有工作 人都要尊重对方 男女之间都是一样 这是一个道理 人的话说的就是那时候 是啊 怎么 想找一个身体健康 对啊 身体健康的肯定的 身体要是有病的 你要偷偷感冒的 那都不舒服的病 人家是有病身体不好 谁愿意找那儿的 不炉乱吗 再不说秃你啥 就说人别藏心眼 是吧 敞那样的 哎 有什么事啊 医院饭 能备合一家一半吃 对不对 我就举个例子 对不对 好事咱们出去一块走 人家是心头一合了 咱们都行 对不对 从魏大哥那儿离开啊 红娘就开始寻思 给魏大哥找个啥样的 最合适呢 总结魏大哥之前的婚姻经历 和他个人的想法 红娘想到了 同样在长春生活的李大姐 李秀玲 六十四岁 丧偶 退休金两千元 住房面积五十七平米 李大姐心地善良 热情开朗 怕咱红娘子楼下挨动 穿着棉裤就赶紧下来了 能看得出来啊 李大姐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 你这屋是总共多大平的 五十几 这不是两十吗 南北通透的 太小了 我瞅着不小 你这住 你这住吗 我感觉不小 小不小啊 你看 这是咱的卧室啊 对啊 在你有时候夏季 我要想这屋热阳光足 那我就到那屋住去 这个是厨房 嗯 这不是这又一个房间 看那个冰箱呢 看看吧 是不是 这下边都是冻的啥呀 都是冻的 肉呢 水饺呢 你们来的几步 都给你煮点水饺啊 哎呀 不用那么麻烦呢 不是 垫不垫吧 可不可以 哎呀 吃完蛋了 干净满嫩 这有啥可 你早上是不是也没吃 我也没吃呢 你也没吃 早上煮点 行 行 刚才我看你 冰箱也还帮你煮点 看 啊 咱们那里煮点 煮了 差不多几天煮一盒 三天煮一包 三天煮一包 三天 三天 我跟你说 要跟我煮点 我这年龄最早 最早 八岁就是 咋回事呢 我家就也啥都遗传 我家我老了 我父母都煮 就是还不是那个年代 就是还说 啥递给我递给我 这么转了 我老不煮点 然后我这我一煮口 就这么厉害 我觉得有点会 会吧 煮一只是起 反而也就是 带愁带不愁 就这样情况 一进门 红娘就感觉到了 李大姐的这股子热情开朗劲 一想到红娘早上没吃饭就过来了 李大姐二话不说 就蒸起了饺子 红娘这心里啊 顿时是感觉热乎乎的 非常感动 但在之后的聊天过程当中啊 这位热情爱笑的独居大姐 却显得没有那么开朗了 哎呀这个啥事不都说嘛 说这人呢 啥事要想开点 事情贪神了啊 也得 尤其咋的 现在得这么说 咱也不是这么太有钱 但是还说生活方面过得下去 那你说为啥你不开心过 是不是 你跟啥事贪神啥事啊 我就说他 我家孩子爸走了吧 嗯 我就说啊 是不是 我也得好好活着呀 啊 开始他走以后 我基本自己就没在那个房子 停房子 基本 不敢住啊 嗯 我胆小 就这都跟你说 有时候都害怕 我感觉那个啊的 老子像看哪都有他的影子 就是特别老 总之就是想念他吧 李大姐和过去老伴的感情一直都很好 老伴去世到现在有三年了 当时是得了肺癌 住院住了半年就去世了 那个时候 李大姐非常难受 受到了挺大的打击 现如今再说起这件事 李大姐说 不愿意再回忆那些细节了 我儿子九九年就出国了 应该回来一次吧 他爸早开始走那二年 就那二年回来 特别情好 一年回来三四趟 我孙姐也赶回来 他为了陪我 嗯 后期老这样 我说你别老回来了 我说你回来 我再给你颠头做吃的 我还挺累的 我说我挺好的 他也饮吧 就是啥事慢慢的 就用时间一点点淡化吧 丈夫去世了 儿子从国外回来陪伴自己 李大姐心里虽然很受安慰 但他不想让儿子来回的折腾 于是这一个人的生活 一过就是三年 在这期间 李大姐偶尔会和朋友们一起去旅游 但每次出去旅游 李大姐的心情是既开心又害怕 跟那些同事啊 就是原来老邻居 跟他们上这上那 把他们一年到外边玩玩 泡泡温泉 那你又跟谁去啊 就是我们这伙人 跟团有时候一走 但是太少了 跟团太少了 都是我们这伙熟人 那人家老两口的时候玩 嗯 那你自己去玩 我们在一起啊 那你吵着心里不得劲吗 那说啥呢 说啥呢 那你说那个哈 就是 我要泡温泉回来 我们一去基本不都是 半个月二十天 十天二十天的 就是说零一号 这几天往回家走 就能心里哈 不说 我也就行哈 这这一天在外头 饭也不用做啊 是 住宿 我不基本 我都得跟你俩人 都得一起 两个房间 嗯 就隔夜回家 就里面往家 还进哈 那心老孤独 就不用说 对 不用说那种心情 那都 几个人在一块玩的时候 特别开心 但是当聚会一结束 李大姐就特别害怕 自己一个人回家 因为那样的感觉 太孤单了 所以李大姐现在的想法 就是想找个老伴 偶然的一天里 李大姐在电视上 看到了我们的节目 她决定勇敢地追求 自己的幸福 报名参加 据说姐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忠实观众 忠实分析 忠实分析 昨天晚上我给你打那个电话 我正看那个 9点10分开始了 后来她们结果咋样 互相留没这个电话 互相留电话了 音响挺不错的 那男的挺长的 有个眼儿 确实是昨天晚上 没有头了 秃头对吧 你是 我看到别人 看来节目里有没有个笑容的 两个就像贼仗义说话 人家话呢 您有多些开头发指 归你自己支配 家吃喝拉撒 一切归我还 特别敞 在人家就是 总之这么说吧 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可以 脱出后患上 就这样说 在李大姐对于嘉宾们的夸赞中 能够看出来 她喜欢仗义大气的性格 那咱们李大姐除了这些 在找老伴方面 还有啥其他的要求呢 颜品好身体好 工资你砸得三千以上 个也不能太矮 砸得一米七以上 所以说七十往下吧 小点也可以 就是小个三四岁 我感觉还可以吧 尤其特别都是说 互到一起的 你重新想走这步 你应该是把工资卡给 你怎么就家里家外 应该跟屋内人掌握给她 跟李大姐落完 红娘想着 撮合一下两人见个面落落 约定好相亲见面的时间地点后 红娘想了想 决定帮李大姐打扮打扮 搭配一身相亲时穿的衣服 你说见相亲立项了 你不打扮打扮 我还穿啥呀 那你穿的别过去呀 我别过不拿 你看那可以不对 还是这个红的好看 红的这外套一搭多喜剑 这个好看 红娘从李大姐家出来 就赶忙联系了魏大哥 两人落了一阵子 约好了见面的时间 红娘就领着魏大哥来了 这叶儿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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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魏大哥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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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楼子过高的了 这么了吧 18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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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这个姐 叫做李秀玲 啊 好 魏胜利 魏胜利 这大哥吧 照我宋利的 好吧 那咱们领个上去吧 走吧 魏大哥和李大姐 头一次见面啊 确实都有一些紧张 好在红娘 也打破了这种尴尬的气氛 两个人在上楼的过程当中啊 也逐渐熟络了起来 那个老人现在还有 不在了 父母都不在了 那就是这个男人 父母都不在了 坐呀 坐呀 李大哥先看看我们也行 真是能看出来啊 两个人都是单身到现在 头一次相亲 一时间 李大姐也忘了 该怎么招呼客人了 红娘中途打断了两个人的对话 想看看他们对于彼此的初步想法 是啥样的 两个人对于彼此的印象 在演员方面啊 互相都不太满意 但是啊 都感觉对方这个人啊 应该挺不错的 所以双方啊 都想再继续了解了解 他等一下我给你们拿呀 快拿 哎呀妈 先客气 你说他俩姐师傅 给你这个 哎呀呀 不行 哎呀妈 这个 你们二位 这个大草莓的真大啊 嗯 那个 那个 那你这会有 你们到 为几克里之后啊 我退去找 我两千年就退了 哦 退去找 进了李屋 李大姐瞬间找回自己 主场的感觉了 端上洗好的水果 主动跟魏大哥 开启了自己的画匣子 然而是越烙化越多 是越来越合拍啊 我家里来是外县的 嗯 是酒台的 啊酒台的 酒台的农村 嗯 那时候农村都有代销店 这些谁知道你能不能懂 你下个香没有 哎呀 那时候学校的时候 帮秋收获上德贵大家沟 干了七天 还想一下想的不像 嗯 帮上秋收获上 嗯 没下过去 没下过去 我会最需要这道名 就咱们那个年龄呢 假设那个时候 那个生活水平 那就都不能提了 都 我说不好听话 那身后都放不起 那是 那可不那样长的 那是这样 相反也许 他说他们家 有七姊妹七八个 嗯 那确实那样 可哭了 那时候咱们那个 上地里吃那个 荷桃什么 从那个干菜叶子去 那个花了不着 那是 那里面呢 我们是说 这个工程员 今天说过 今天说过去 两人聊到过去 艰苦的生活经历 聊得很投缘 这让魏大哥 对李大姐的好感度 增加了许多 魏大哥更是回忆起了 在大连那段艰苦的时光 曾经过过的苦日子 心里的那些苦闷啊 如今终于 有了倾诉的对象 有以后我就去上营口 那个盖州那边 不有一个 海边养那个海参的吗 跟那边 跟鸡鸡鸡干了八年 就说 哎呀 那个滋味 以前 以前这个 不压于北大风 那这个土地还是盈利吧 这个没啥 就是你都算没赔 你不回来了吗 哥现在就是 回来了 这么两人住 不得点 现在前妻子不得点 应该是回来的 葱娘过来的 葱娘过来的 葱娘是离异的 她是18点 一月份的时候离异的 红娘在一旁 帮魏大哥介绍起了 她过去的婚姻经历 但没想到 本来对魏大哥好印象 逐渐飙升的李大姐 心里开始有顾虑了 下午跟李异的 就是两种心情 这个年龄离婚 好像因啥 都是晚年享福的时候了 享受天伦之乐的年龄 这个事我感觉 我就想老在这里 让你说给打分了 我就老感觉 这个事我心里没有 心里有个坎 对 李大姐觉得魏大哥 这离异 和自己丧偶的情况 可不一样 况且都这个岁数了 还离婚 她有些不急 李大姐心想 这个事啊 一定得问个究竟 这个年龄怎么把家 怎么理了你 冰冲三十吧 不是一日之寒 是 我呢 上辽宁的阿姨海深 最早就是将近什么 十年八年 不在一起 原言基础就不干啥 我俩这个姓子脾气吧 就是 她是特别急性 有时候你看我在盖州时候 有时候我打电话 或者我给她打电话 三天话没说完 电话就料了 或者讲能力 有时候吸你吧 就吸你还是卡 但是你说谁没点提心 那对 是不是 这就微动吧 就影响不了了 她这个性格干啥去吧 李大姐对于这个年纪 还离婚 有些不理解 但是魏大哥也说了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啊 可是李大姐心里就是琢磨呀 离婚这件事啊 两个人肯定是互相都有原因 最主要的是啊 她觉得两个人离婚的时间 并不算长 所以啊 在有些方面 她还是比较担心的 就随便乐 就是孩子撮合 经不经常到一起接触啊 我就是 后年说 我这不就是把那个车 处理完以后 我就回家了以后啊 这不敢过年了吗 就回去这边了吗 这真的就没什么接触 还有不少这一类的 好比说两个人吧 现在转水就僵着了 完了呢 就像互相赌气似的 完了最后呢 一事情成为事实了 完了有点女发 就感觉一出动正隔天了 完了最容易就 往回找啊 原来李大姐真正担心的 是怕两个人可能会复婚 毕竟离婚的时间也不长 中间还有子女的牵扯 魏大哥也看出来 李大姐的担心了 当场就坚决的 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这复婚在你身上 你觉得你能够发生这种事情 你说他一个 他也是同意的复的方案 找你复婚的话 你能复婚吗 那又不能复 既然如此了 这二号码不是过头 还扯上来 已经这样了 这不是时间短 这都二年了 对不对 你要说我一冲动 离了 或者三天两天的 叫人后悔了 你这事 我这个都可以担心 那么说老人一分开了以后了 那么说你就是得想下一步 你不能说 我分开了 我哪才复婚的 那你扯啥 是 上这有 也有 离了 后来又服了 不再多 你感觉从你身上 能不能发生 再捡起来以后吧 再捡起来以后 也不好 他这个 有那句话过去说 就破性从源嘛 破性男源 是不是 你分开以后了 就心里有这种多可 魏大哥明确表示 自己不会再复婚 这坚决的态度 让李大姐 打消了自己的一些顾虑 但是李大姐心想 既然都来相亲了 那就问到底 问个明白 这也是为了两个人 日后的相处负责任 手续上不都是签的很明确的了吗 没涨那些 就协议的那时候就 没到去那个 派出所离婚那个地方 没到派出所 这这些倒是没有 我没跟他争计这件事 不是 你这个手续的都属于 就是协议离婚以后 到那里一签就完事了 我没啥意见 他就一问那事就立了 那你现在这个手续管 只不过是你俩签的 就是正式该到过那个 官方那个公证还没有呢 是不是没有公证 没走没步 那他就婚离的 怎么呢 都没走没走那步 咋老子你俩 我都拿去了怎么没有 那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么事 你不说没有什么公证吗 那我说那些没有 那些没有 那这个就都不明了 你会手一啥都出了 对啊 就是你说公证那些吧 都没做 我俩就起了一滴婚以后 那对 离婚以后 没什么公证 就是到最后 你公不公证 就讲说你给你两套法子 最后别得给你女儿 那咋手里呀 这个是我多理解 对不对 你说说 这差点闹出个大乌龙 我说李大姐 离婚这可不是个小事啊 魏大哥现场也是相当的激动了 两个人之间的气氛 瞬间变得很尴尬 这个时候 红娘在一旁 提出了一个挺重要的问题 对于这工资卡呀 这回事 对 你娘吧 新月是就放在一块 是不是啊 都别给揣个人的心眼 再说白了 是不是啊 你家来都要他家里 这什么事都是都可以 都同行那里 刚才这一孩说的那个话 那句子 告诉你你是啥想法呢 那么两人在一起生活工资卡 这都要算 这花多少花多少 也谁也别砸小分子 我怎么给你公开话 是不是 都可以 都可以 魏大哥对于公司卡这事啊 觉得还是在与两个人的相处 只要是不动歪心思啊 那两个人就一起花呗 这个回答算是听 符合李大姐的标准的 那最后 两个人对于彼此 到底有着啥样的想法呢 这花不要太过于挑剔 你指着说是 啥都是占那么晚 脚儿的那么完整 不可能 就考一考一个 他自己本身也 我看也有点顾 有点那个什么顾虑 虽然彼此的印象都不错 但是再婚这个事啊 顾虑多一些 也是很正常的 魏大哥也看出来 李大姐的想法了 最终 两个人互留了联系方式 决定回去之后 再聊一聊 我叫我明天落了壳通话 我有微信 你得加一下的 没事的 聊了一千的 落了壳的 不痛远了 你给我加 那都可以 我还不会 你加一下 拿吧 我手机 你拿回来 打扰我 过去了 过来 一而寂寞的时候 我愿意落壳 我愿意跟你 就咱那个年龄 落壳 是吧 能感觉到 李大姐心里 挺认可魏大哥的 只是对魏大哥 离异的身份 有一些顾虑 其实啊 我们也发现了 类似的问题 很多离异的嘉宾 就想找离异的 而像丧偶的大哥大姐呢 也想找和自己 经历相似的 其实呢 这我能理解 因为经历不一样嘛 大家都会有 各自的顾虑 但是啊 我觉得 相亲的时候 先别被离异 或者是丧偶 这样的标签 把自己给框住了 多考虑考虑 这个人的人品啊 性格啊 或许 你就会有 不一样的结果 不一样的